大家好,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福每日一字 这个二识,这个二识 那念成念 思念的念 这个字呢,就是念 就是代表的识 我们来看它的结构 这个结构当然就是很像世界的识 在这边,这种 字形上的安排啊,什么的 要留意一下 好,那我们来看稍微 有一点点流动性 就赵孟福这种写法就好了 来看它的写法 它的横跨写度比较大 而且在这边 安排的比较重笔一点 然后这里有压一个动作 好,大概长这个样子 好,再来 稍微 更有连贯性一下 好,我们来看一下 我写细一点 好,这样连贯性会更清楚 意思是这里 在这里有一个代比动作 好 好,那我们说 常常看到人家在写 这二十 就不要下面横跨 也可以哦 不是不行 也有 所以我们就把它不写 如果说不写 写稍微凯速一点 这样 就像吵枝头一样 这是可以的 不是不行 好,所以呢 如果稍微加一点点代比动作 这样子 当然 非常的流畅 也很好 然后当然有时候 几乎就是草述这样写 也可以 很有动感 大家再留意一下